根据国民健康署资料显示 癌症41年来蝉联国人十大死因冠军 10分钟7秒就有1人离癌 过去3年疫情期间 民众因担心染疫 乳癌大肠癌子宫颈癌筛减较108年筛减人数大幅下降 随着疫情解封生活回归正常 呼吁符合筛减资格民众 尽速接受免费的癌症筛减 由于癌症初期并无明显症状 容易让人忽略 等到身体发生警讯可能为11万 透过筛减就能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那主要就是跟大家说明一下 为什么癌症赛减这么重要的约定 那我们知道就是癌症赛减已经是台湾 就是死亡率排名第一的 比方C一年 那这个癌症里面又其实又有很多种 不同的癌症的提升 那台湾有针对参照事件 以及就是针对各种发生率比较高的癌业 做了一些整个早期赛减 这样子的设计 那主要大概就是大肠癌 子宫性癌 肺癌 以及乳癌 那这样子的处理方式 为什么要这样做 主要是我们希望能够早期发现这些癌症 那早期发现癌症就可以到早期治疗的问题 早期治疗之后这些病患 他们就有机会恢复到 本案自己健康的状态 那对于个人 或对于家人 甚至对于社会 对于健康的不能来说 都会进步的降低 参加筛检者及赠送健康平安礼 包括慈祐公妈祖随身好运带 台北府城隍庙平安米 保养体验组 商品优惠券 以及运动中心贵宾券等好礼 欢迎民众互捧饮伴 一起来赚健康保平安 记者李其会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 产场 请不吝点赞讯 订阅